欢迎收看狗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赵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金融市场情况 那么昨天全球的中心毫无疑问就是美国的大选 而且这次大选结果又是非常的出人意料 原本的竞选热门希拉里是意外的败选 最终是由特朗普成功的当选了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那么由于在这个投票期间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希拉里会上台 那使得在投票选票计票时期 特朗普的票一度是领先希拉里的时候 全球的金融市场仿佛是遭遇了空前的灾难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股市黄金包括了汇市 在统计票数这段时间股市是遭遇了疯狂的下跌 黄金价格则曾经一度是暴涨60美元 汇市美元也是大幅的贬值 那这样的经历其实只有演了上半部分 到了晚上8点钟以后 欧洲盘正式开盘之后 这个时间这个整一个市场仿佛又完全是颠倒过来 从白天的暴跌之中 自从是特朗普开始他的胜利获奖 获胜感言之后 这个市场开始重新向上 仿佛就是一条只有10秒钟记忆的金鱼 再次上涨 最终以欧洲 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那些欧美大盘 在最终收盘的时候是逆转了开盘时的暴跌 不但没有下跌 最终还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那么亚洲盘呢毫无疑问 包括了澳洲 香港 日本 就连中国呢 也是受到了这个开始时计票时期 特朗普一度领先的影响 出现了不同程度下跌 澳洲 香港 日本的股市跌幅比较大 其中日本和香港分别下跌 达到了4%以上 澳洲相对于好一些 跌幅也在2%左右 而中国股市呢 则相对于比较坚定 下跌幅度为0.6% 那么在昨天呢 刚才说到了这个外汇市场上面 非美货币也是经历了过山车 从一开始的大涨 到了美盘时间的大跌 黄金也是一样 从1270左右一度上涨至1335 再从1335呢 跌回到了1270附近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热门话题 就着重来说一下的呢 是这一次金融市场 对于美国大选的反应 那么在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呢 美国大选出人意料 结果是特朗普成功的竞选成功 那么在这一次的投票过程中呢 我们看到呢 刚才也说到 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呢 在投票过程中到最后 这个特朗普发表他的获胜感言 期间呢 是经历了一个180度的巨大转变 从一开始的暴跌 仿佛金融市场里面要遭遇第二次的金融危机 到后来呢 全体转头上涨 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 现在市场的反应过度的一个表现 那么之前呢 大多数的媒体和报纸呢 都认为是希拉里会获胜 结果现在看来看呢 特朗普是赢得了绝大部分州的选票 这无疑现在也是说明呢 很多时候呢 这些主流的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的是 大部分普通人的看法 那为什么这一次希拉里会输 特朗普会获胜呢 看上去在昨天中午12点之前呢 全世界的报纸媒体 包括了网上的赌博机构 都是按照希拉里营来预测 包括我们给出的分析呢 最后也都错了 但是错呢 其实并不要紧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次的分析会错 那应该来说 市场上很多主流的观点 或者说什么是主流的观点 那往往这些主流观点呢 是由那些主要的媒体和报纸 比如说华尔街时报 比如说纽约时报 比如说像BBC 英国的这些大牌的媒体公司 这些的主编或者是这些的编辑呢 往往呢都是一些名牌大学毕业生 巨大的大公司背景工作之下 有着闪光的头衔 这些人想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字 那可能呢 我和他们的观点呢 很多地方也是不期而遇 可能这呢 这个呢 就是像我们分析师 或者说像主流媒体 在六个月之前 分析英国退出欧盟的时候呢 绝大多数人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都觉得欧盟 而这英国呢 是不应该退出欧盟 就像这次一样 大家都觉得美国人 怎么可能会选特朗普 对此呢 我们要反思 为什么我们的判断会出现错误 其实就是因为呢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并没有从一个普通的英国人 或者说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的角度 去思考 那什么是普通人呢 普通人可能呢 就没有上过大学 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不会投资股票 他也没有很多的房产 可能他根本就不会懂得金融 也不会懂得什么央行 美联储 这些词他一辈子都没听过 那他们在意的呢 可能并不是金融市场 股市上涨多少点 而是呢 考虑的是下个月 我还有没有工作 能不能养活家人 或者说能不能活得更安全一些 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需求 所以如果我们的分析和判断 脱离了普通人 而只是呢 高高在上的自认为非常准确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注定会失败 会错 或者说 即使你不一定错 即使你是对的 但是你的观点也得不到市场的认可 我们这里说的市场 就是指的是呢 全部的票数 所以说 很多时候呢 你说这次大选 包括了上一次英国脱欧 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有可能 不一定是正确的 比如像说像英国脱欧 毫无疑问 对于英国来说 其伤害要远远大于 它的获得 但是呢 从这些选票中 至少可以反映出一点 就是在欧美国家 底层人民的声音 还是可以被听到 换句话说呢 有的时候呢 底层的意志呢 反而可以决定 顶层的决定 但是还是一句话 这是一把双刃剑 就像上次英国脱欧一样 投票投出的是 一个错误的决定 那同样 这一次的美国大选的话呢 市场上的暴跌和恐慌 其实也验证了呢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 大家担心的是 特朗普上台 但是既然它已经上了 而且它在 获胜感言里面的说法 和之前 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 咄咄逼人 是完全相反 因此 现在呢 金融股 包括股市 汇市和国债市场里面 都对于特朗普呢 未来抱有希望 所以说 我们可以从 昨天晚上 美国后半夜 开始的反转 能够看得出来 反正现在 它已经上台 也没办法 因此 大家是希望 它能够把这次的总统 这届总统 能够做好 所以说 在我们未来的节目中 在我们未来的分析中呢 我们一定要从 这今年的两次大事件 判断失误当中 吸取教训 以后一定要从 普通人民群众的角度 从人民群众的视野 来看到问题 来分析问题 那如果你脱离了群众 脱离了大众 那么就算你分析的再对 其实也得不到任何的认可 这就像是中国以前的传统相声 越来越衰败 后来呢 郭德纲 反而是他的德云社 使用了通俗话 但是却非常贴近 人民生活群众的那些话题 来应得了市场 你可以说 他的相声上不了台面 他的话题比较庸俗 但是市场 却给予他强烈的认可 所以说 我们要普及金融知识 我们要普及金融交易 最终还是需要通过 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 来达到 如果你没有能够得到市场 得到群众的认可 那么你说的话 其实可以说 都是白费 都是白费 那么客户是我们的上帝 群众是我们潜在的上帝 因此 我们要服务好上帝 就必须从上帝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 这样才能真正的 做到有地方使 才能真正的 更多更好的普及金融知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市场表现 就是今天 在澳洲指数方面的澳洲指数 在过去24小时 刚才知道了 已经经历了非常大的波动 上下变化是超过了300个点 那实际上现在我们用一句话 中国古话叫做 城归城 土归土 现在的价格 又回到了昨天大选投票之前 因此 今天我们对于澳洲指数 在短期之内 依然是采用的是 等待 等待 经历了巨大波动之后 我们应该 看清楚方向 再做决定 在目前 它虽然是在 一小时和二小时的通道线之上 但是呢 昨天曾经一度是摸高 四小时关键价格 但是被打回 所以 因此今天我们还是站且不动 考虑以挂单为主 选择在昨天 大选的最低价 5240点的之下 挂空单 同时 多单呢 可以选择在 5345的价格买入 再来看一下澳美方面 那么澳元呢 也是一样 在经历了巨大的波动之后 目前是维持在 一小时的关键线之上 但是呢 依然是在0.77之下 0.77之下 因此 目前我们暂时 澳元呢 也保持不变 依然是选择在 有明确信号出现之后 再去进场 挂单 选择在0.77 挂单买入 空单价格呢 选择在 0.7610 卖出 再来看 欧元方面 那么欧元呢 也是一样 恢复到了大选之前的状况 也就是说 大选之前是 美元走强 美元要加息 现在呢 依然是一样 在昨天 一度是做了7个小时 或者说是半天的皇帝之后 被打回原形 现在欧元呢 从高点回落 重新开始了 向下的走势 那么在目前一看呢 欧元对美元 目前仅仅只剩下了 1.0850 最后一道支撑 因此 今天我们欧元的挂单 就选择在 跌破了1.0850之后 向下卖空 同时呢 买入价 我们可以选择到 比较高的价格 大约可以选择在 1.0983 0983 那中间的话呢 这个上下的幅度 要自己把握 可能买入的时候 0983上方 盈利点呢 只有二三十个点 如果你保守一些 则可能需要挂在 1.1150之上 才有比较好的把握 再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黄金价格 昨天也是一大明星 交易量翻了三番 价格从1270 上升到1335 再从1335 跌回1270 直接是画出了 一幢摩天大楼 那么目前 黄金的走势呢 虽然是在底部 轻微的反弹 但是依然 没有怎么建好 所以总体呢 我们今天的挂单 可以选择在 关键价1295 挂单买入 同时空单呢 选择在 昨天的低点 大约是在 1270跌破之后 挂单卖出 那么最后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白天 这个上午7点 新西兰央行 已经宣布了最新利率 是保持不变 到了中午11点30分 新西兰央行行长发表讲话 然后在晚上的12点30分呢 美国会发布他们每周一次的失业金申请人数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一下欧美的股市 如果欧美股市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波动 继续能够保持温和向上的话呢 那么总体上来说 美国大选的巨大不确定因素 就会被市场绝大部分的消化掉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外 也 designer 正式 大家 明天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